记者陈宜嘉台北报道,华航与工会之间的劳资争议愈演愈烈,身为华航企业工会,桃源市空服员,职业工会干部与成员的三名空服员,因6月参与交通部公司大体检行动,遭华航以破坏劳资关系为由解雇或解雇,工会近期多次出面抗议,要求撤回处分。 工会也指出,去年声援华航罢工的工会法律顾问吴俊达,也遭华航告上台北律师工会,工会今天与立委出面控诉华航恶意打压工会,内部员工也酝酿发起黄丝带运动,只要华航进一步打压,将号召系上黄丝带。 华航前年也曾发起黄丝带运动,当时华航有四名空服员,一名基石英上街争取年终奖金,遭华航停飞,转调地勤并召回公司上课。 华航当时在社会压力下给予付飞,不少空服员地勤也系上黄丝带执勤,神员五人。 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秘书长林家伟说,黄丝带意义是平安归来。 两年前,华航空服员曾因争取年终奖金而遭停飞,当时工会发动黄丝带运动,引起关注,最后成功复职。 这次又面临工会干部遭整肃,但华航宣称尚未成处,工会将发放黄丝带给会员。 只要公司有进一步的打压动作,就会号召会员一起系上黄丝带。